记者杨正俊台中报道 台中江先生疑似调入诈骗集团爸爸救我电话诈骗陷阱 到银行时分紧张要提领现款90万元 且认为被歹徒监控中不能大声说话 台银行员与保七元警已手写对话 发现歹徒说他儿子向地下钱庄借钱 连本带利欠90万 电话内哭喊求救声很像他儿的声音 保七元警协助打电话向他儿子求证平安无事 保住他的辛苦钱 本月十七日台湾银行物封分行一名江先生 很心急 慌张到银行表示要提领90万元 肾色紧张 行员问他也都不说话 双唇紧闭 行员十分怀疑而请保七元警协助了解 原来又是一件爸爸救我的诈骗把戏 歹徒交代江先生手机要持续保持通话不能挂断 且遇到银行查证绝对不能说话 也不能回答任何问题 只要对其他人开口说话 他们是黑到脚头听到 保证他儿子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江先生一直认为被现场监控中 保七元警前来关心了解 一直不放弃关心询问 江南才在纸张上写住 我儿子被路人乐熟等字眼 他要赶快领钱去救人 保七元警与江先生就这样 透过纸张不断在柜台前手写对话 配合江先生不能开口说话 进行一场无声的阻诈 经由不断地手写对话 元警取得江先生儿子的电话号码 随即拨打求证 他儿子正平安的在台北的公司上班 江先生确定儿子平安无事后 不断感谢元警与台银行员 帮他守住九十万血汗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